您比如说如果说这样一种生活也不错的话 但是过去咱们讲百业萧条是不是个不幸的事 你比如说我在台湾就看到旅游业的人就不干了 说不让大陆游客来了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就是经济不行了 失业率也高了 香港好像也是整天抱怨 这经济没活力 包括你看日本社会 他们说这个所谓安倍经济学 提出都好几年了 似乎也没有见到 还是有好转 所以我说您这不像经济学家 难道说经济学家不是觉得往上 要牛吗 难道要熊市才好吗 对对 我说的是可以往上 但是靠什么往上 这个内容结构要发生变化 实际上中国人原来因为物质短缺 是一个常态 所以总是要白夜要兴旺 因为你要不兴旺 物质本来就少 对 那不兴旺不是更加没有 人怎么活是吧 但是到后来到了20世纪 像现在每年中国不要说线上的 那个新的小说 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几千万 而且类别也非常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不仅仅我们那个GDP比原来大多了 但是实际上就文化消费的这个组合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是吧 原来的话是没有这些消费的内容的 是 和文化节目的消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欲望的这个定义的范围 要拓展很多 否则的话 因为毕竟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 这个基于生理生物的这个现实 我们每天就三顿饭 你吸收的这个吃东西啊 不要超过三千卡罗里的热量 超过三千卡罗里你就会长胖的 那这个你就是这么瘦下来的 三千卡罗里的热量的上限 一天三顿饭 比如说李嘉诚 他是曾经是华人首富 现在马化屯是华人首富 你说他有两三千万 不两三千亿的个人资产以后 你说他一天吃多少顿饭 也是三顿饭 那您说我有钱了 想有个游艇 这是过分吗 这不过分 那比如说 刺激人往这方面追求 是好还是不好 这是好 但是时间不了 我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个你要自己要花很多的精力 去找人去帮你把游艇去维护等等 要是我的话 我去租一个游艇 那不是更简单吗 经济学家会算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有人他飞的 他买了游艇 他就高兴 买了私人的飞机 让他觉得 哇今天 很满足 又更满足了 又更有刺激的地方 有兴奋的地方 那也蛮好的 我有个富豪朋友 现在就是把他这个私人飞机气死了 他就说 通过这个私人飞机 我买了 我想飞的时候都飞不了 因为你都要事先申请航线 我不想飞的时候 他老打电话来 你是不是要飞一趟 他花那么多钱 他现在甚至觉得 不如把我们几个有私人飞机的 合组一个公司 现在是有了 平常就出租了 或者还是怎么样 是 现在有专门的公司 专门干这件事 这世界很酷 哦 谢谢观看